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谭司令 不瞒您说 我们接受的这些士兵啊 真的是让我们苦不堪言哪 你想 你的兵去了沙场 苦的不是你的兵 而是沙场的老板 汪老板 您这话从何说起了 兵啊 都是好兵 只是确实不会做工啊 这五六个人也不敌我们一个数手工 工作效率太低了 如此低的工作效率 还要站我们一步之机 导致我们沙场的出沙率 那是大幅下降啊 我算了一下 现在也就是 接受兵之前的一半产量啊 拿枪的时候去拿仿锤 首当其冲的就是效率低 而效率正是沙场的生命 这些士兵啊 虽然活干得不好 却要和熟练工拿一样的薪水 这虽说有商会的补贴吧 但这熟练工难免会有不满 不满您说啊 我这沙场已经停工两天了 工人们都要求涨薪 我们也不堪重负啊 不换寡换不均 干不干活都一个薪水 那谁还愿意干活呢 他还真的是算无遗漏吗 爸爸在徐都军那里 碰了个软钉子 他还是执意要把士兵 安置在沙场 但他也透露了口风 说不会等太久 不会让沙场老板太为难 徐伯军肯定另有打算 他不可能这么好心 把我的兵当野养 那你现在总该相信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吧 你确实每一步都算到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公务繁忙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玩笑也不爱开了 你不就喜欢 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 我才没有 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 你想多了 优优人 我现在想要一个人 他是个人 是个人 谢谢啊 这种人 是个人 他真心霸凉 你还是一个人 徐伯军也不敢当众博了他的面子 所以只能吃下这个哑巴贵 这是这几天的报纸 关于工厂闹事和罢工的事情 越来越多了 不用看我都知道 是谭旋林这个麻斐崽子搞的鬼 沙场老板们想甩包袱 英国人想保护租界的安全 谭旋林 他想趁机钻空子 这个麻斐崽子的确是太狡猾了 想在我的管辖之内 成立私人武装没那么容易 他用这种手段让我承认民团的存在 他还嫩了点 您的意思是 如果谭旋林的兵 不能保护租界的安全 还扰乱治安 那他的民团还能存在吗 英国人还能支持他吗 还是独军高明啊 司令 今天是除夕夜 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 那咱俩今天高地喝上一杯 行 小四 小四 你慢点 小四 怎么了 没事吧 说得起我 脚吧 你看你 来 过来坐会儿 慢点走 嗯 来 慢点 来 疼吗 疼吗 疼不疼 你看你 你二哥知道又要担心了 以后啊 你要听你二哥的话 和那个裴少君保持距离 知道了吗 嗯 陆小姐 这么巧啊 我说那小子 人还不错 只不过 如今这世道 穿上军服 就是朝不保夕 我实在不想看着小四 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是 苏少帅 裴少帅 你们来得刚好 小四脚扭了 能帮忙把他送回去吗 哎 你 你 好了 没什么大碍了 这两天好好休息 少下地走多 陪少帅 裴少帅 你说不让我动 你是不是得 帮我一下 怎么办 我想去那边开夜花 你是不是得好 你 cab上是 这城堂 你不敢 西洋 我 你是 你 把你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明天是商会民团武装的成立典礼 我就不去了 如果谭司令问起 就是我病了 好的 小水 这条小巷子平时挺热闹的 今天真是奇怪了 一个人都没有 到车 这条小巷子平时挺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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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总会民团局 好 我知道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永保上海太平 谭司令 谭司令 司令